我可以采访你吗 可以啊 你叫什么名字 你来自哪里 你做什么工作的 我叫涂利欣 是做企业经营管理的 能描述一下 什么是企业经营管理吗 就是一个公司 需要管理人员 去管理公司的正常 日常运作情况 你是什么时候来到深圳的 1991年 你为什么要来 因为发现深圳 深圳这个城市 很年轻很有活力 有无限的发展空间 所以就来到了深圳 你在深圳生活了多久 你俩是在深圳待多久 已经在深圳待了27年了 将来可能会在深圳养老 好的 你家里第一个来深圳的人是谁 他们为什么要来 第一个来深圳是我父亲 他来深圳是来深圳工作 他以前是做什么工作的 财务工作 你有把家人带来深圳吗 如果没有 为什么你要把他们留在老家 没有 家里人来过深圳来过玩过 你的学历是什么 你认为生活品质会影响 因为学历而有所提高吗 为什么 我是大学学历 但是我觉得学历的高低 并不影响你生活品质的 不影响你的生活品质 只有努力工作 努力学习才会影响你的生活品质 你刚来深圳的时候找工作的困难吗 刚来深圳的时候 没有去出去找过工作 就是在我父亲那个工作的地方上班 为什么你的兄弟姐妹不会不来 而你也来了呢 他们有自己的工作 他们为什么不换一份工作呀 换工作 他们都是在国营单位换工作这么好办吗 并且他们都有固定工作 请描述一下你的家乡 它与深圳有什么不同 有什么相同之处 我的家乡武汉 它跟深圳一样 都是中国的一个大城市 武汉比深圳更大 武汉就是 还是有点像内地很多城市一样 缺乏创新缺乏活力 当然自然风光来说 武汉是比深圳要漂亮些 但是天气没有武汉 阴气质量没有深圳的好 那请描述一下你的家乡 武汉是在长江边 有武汉三镇 那请描述一下武汉三镇 是什么样子的 武汉三镇有 汉口 汉阳 武昌 三个部分 汉口是商业区 汉阳是工业区 武昌是教育区 你来到深圳需要学习新的语言吗 如果需要 拿不拿学 来到深圳首先 刚来深圳的时候 这些深圳人大部分讲广东人比较多 讲广东话比较多 那个时候 学广东话不太容易 现在来说 我们能够听懂 但是不会说 你在深圳生活面临了什么样的挑战 挑战 在生活挑战就是要 要努力工作了 要保持家里生活质量 要保持到生活质量 要保持到 怎么说呢 应该是 希望生活质量能够持续提高了 能够给小孩提供好的一个教育环境了 希望小孩能够 在好的环境下 学习进步了 中国的 就是中国内 就学习一种新的文化 或者生活方式困难吗 应该不是很困难吗 语言都是相通的 环境都是差不多的 这个应该没问题 你家里有什么特殊的节日 庆祝或传统吗 来到深圳以后 有没有保持这些传统 没有 没有传统的节日 你有没有从家乡带来什么重要物品 这些物品对你而言有什么意义 你为什么要把他们带来 如果没有 你为什么不带一些重要物品来 没有 为什么 没有重要物品 不知道什么是重要物品 你认为移民如何改变了深圳 那些改变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为什么 深圳是个移民城市 深圳原来只是一个渔村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 全国各地的人 包括有很多人才 高学历的 不光是高学历的 还有一些低学历的 那些打工的年轻的人 为深圳的发展创造了很大 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好的 你认为深圳的未来是什么样子的 深圳未来是发展越来好 将来是 应该是我们国家 最好的一个经济发展城市 你为什么会觉得它未来会很好 因为深圳人还比较开放 比较包容 并且它比较年轻 有活力 跟世界上 跟国际 接轨 对 跟国际接轨 包括跟香港 包括很近 也就是 包容性很强吧 好 并且有活力 是最主要 创新精神 并且深圳市政府 对企业创新 对深圳人创新 都是 大力扶持 如果你是深圳本地人 深圳经历了哪些变迁 你认为这些变迁是好的变迁吗 是好的变迁 深圳本地人以前是一个 是一个渔村 它后来逐渐发展成现在一个大都市 深圳本地人 从土地政策中得到了非常多的好处 那为什么深圳 就是那些人迁移过来了 不是那些人变成了渔民 而是深圳变成了现代人 又没有渔达了 变什么渔民 为什么没有渔达了 可是现在深圳还是海鲜啊 之类那种东西 那海鲜都是外地运的过来的 深圳海鲜不多 哦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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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到 中间 坐 境 the other find the job very easy and in the book i'm fine you so and after pitches they find the job very hard and the similar things is the similar things is they all from one country move to another country and yeah and or to a different they are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or different cities yes my interview missing a view point that point is a lot of people in the in the world cannot find the job very easy or they find the job or the job like its wage is very little very low or the job the people not usually to do like street sweeper that their job is very hard and always in the streets and sweep and in the night they all cannot sleep and in the morning and they will get up very very early just for a little which a lot of people cannot adapt shenzhen but they must adapt shenzhen because if you don't adapt shenzhen maybe you will lose a job yeah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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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